在《地藏经》称佛名号品里面 地藏菩萨利益众生 说个极方便的法门 说了很多佛 称这些佛名号 乃至于耳根一闻到这些佛名号 就解脱了 但是如何能闻到这些佛名号 那得靠善根 像我们大家都有善根 都能听到地藏王菩萨 称扬这些个佛的名号 永远不堕恶道 这个利益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诸佛使他悟了 遇到这个佛名号的姻缘来加持他 他的苦难就可以结束了 就能够修正道果 得到这些个诸佛加持 这是地藏经的特殊利益 地藏王菩萨特别地加持众生 晓得娑婆世界众生无暇修行 在修道时候没有时间 为了求生活 念念这个称佛名号品 地藏经的一部分 可以把你过去所造的罪 要受报的是五无见罪 逐渐地就消失了 华言经讲 闻到佛名字 乃至闻到他说的法 不生信心都能够种种子 不管他信不信 这在华言经讲 叫入他信海当中 大家可能不记得了 这是讲实信品 实信的时候 只要一闻到佛的名字 闻到一部经 闻到了 你信不信 功德都有 性种性 华言经是这样讲的 那是罪了一成了 如果再有信心来念 那个功德是无量的 这都是诸佛菩萨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 所以地藏王菩萨跟佛说 要是众生自己自称佛名号 这个是病人要死的时候 别人帮他念 如果他自己自念 念这称佛名号品 自称自念 生前就念 给他死后做准备 能够灭无量罪 这是地藏菩萨 对一切众生救度的最善巧的方法 念诸佛名号